那我们现在进入正式的猜题环节了 嗯 和各位主题人或多或少有些相关的好朋友的舞蹈视频 嗯 好 输家要选择这其中刚才播过这一个片段来摸法 就最后一段 嗯 最后一段 就最后一段看 住手 你们住手 不要再打了 住手 不要再打了 住手 你们住手 不要再打了 要不我们直接拍一张 来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 第一个 这是谁 有鹏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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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对了 因为这是良不信物社第一季 第一季 都是很正 ok 好那程骁先击一分 离那个不要再打了又远了一步 哦 住手 来第二个 好 怎么可能啊 一粒热吧 对 是吗 对 没错 你连跳都可以唱是一粒热吧 一粒热热热热热热热 我觉得这真的对老人好不公平哦 这个我们最近的演唱会跳的这个 对 我的拍子这个 我感觉住手你喊定了 我真的喊定了我眼定了我 好第三个 我刚才说 刘雨 我乱讲 这你不认识就 你吗 我 理想 谭剑志 这个是 和程骁主理人高换主理人都拍过电视剧 刘雨昕 对 这感觉已经演定了 怎么有三个人应该是选角色 3 2 1 Action 3 2 量的 1 1 3 2 2 5 2 3 3 3 2 3 2 2 2 6 1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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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7 1 1 9 今天 你们不要再打了 拉好 不要说我 瞧瞧你们 我这个 你拉紧了拉紧了 好厉害 要打你们去了不起舞社舞台上打 我觉得最好笑是他们两个回头 请问里面有任何人跟我有关吗 这个肯定有关 这个人跟我有关 这个人百分之一万有关 跟我有关 对 暂停 好 好 跟我有关 对 这个人肯定跟你们都有关 啊 李斯丹妮 对 那是李斯 对 你看这是李斯 真的 对 这是李斯 旁边那不是欧豪吧 对 是欧豪 我的天呐 Oh my god 我不敢看 这是李斯 真的 嗯 我答对我答对了 他完全很有 对 这套衣服跳旷步的呀 对呀 我第一次看了 好美哦 李斯啊 李斯走了 都还得陪你 拉出来讲那个旷步的事情 我一定要把齐晴 这件事传达给他 保护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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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真的给我整体感觉就好多人 怎么这么多人 画面为什么那么大 这就是编排的魅力 真的是太狠了 它是一种亢奋的状态 它是一种情绪的宣显 它可以表现到从头到尾 每一个层次的递进都是满格 那个是非常消耗体力的 梁晨云 注意人 现在你有30秒的时间进行拉票 这支我们最后合作的大起舞 非常挑战我们的体力 整个过程的动作的质感 还有表情的管理 我觉得我们已经尽可能地去享受舞台了 如果你们喜欢刚刚的作品的话 请你们投票给我们 谢谢 好的 四位专业居住评审可以开始打分现场的81位观众评审请起立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作品 就请投出你们手中的莫兰迪灰色毛巾 3 2 1 整个舞蹈的强度 舞蹈的编排跟舞蹈的内容 我用HHI的一个评分标准去看的话 除了五种多样性上可能会扣分以外 但是其他的队形质感表情现场反馈基本上都已经是打满了 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品 在动作的完成度上面我觉得质量是很高的 而且他们有很多双人配合的一些技巧 我们坐在下面就能强烈感受到他们这个舞蹈的体力消耗非常的大 几乎没有一个空拍 每一拍都非常的满 中间其实有大量的队形的变换 这支舞其实不仅仅有力量 还有一些性感 其实两者刚柔并济 完成得非常好 给我满大惊喜 我觉得Made in V和薛宝艾斯现在一上台 就真的是整齐画一 并且就是非常的军事化管理的感觉 包括你们的舞台 然后你们的动作 你们的整齐度我就觉得真的无可挑剔 无话可说 然后我觉得陈琳姐这次也真的是卯足了劲 然后再跳这支舞 我知道你们坐在地上的那一刻 我才能看出来你累了 但是过程当中我觉得表现得非常完美 每次都很好 真的 然后力量很大 我比较喜欢那种青春的入学的感觉 你们从第一个舞台到现在 都是一直都完全冲的那种感觉 所以很适合你们这个作品的主题 对 最后最后我知道会很累 但是挑战自己 而且你们十个人都有力量 是我觉得特别特别厉害的点 谢谢 谢谢 谢谢